大家好 升旗得讀 今天是2024年11月1日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來到星期五的晚上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最新的國際時事 今天我們也來到 農曆年系10月初日 這一節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 最新的中東的局勢和戰況 來到現在 來到這個黎巴嫩真主黨 似乎態度 十分軟化 不斷地傳出 這個消息是無意跟這個以色列要戰鬥到底的 結果現在的局勢發展 是以色列都可能會選擇停火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在美國的介入之下 似乎是會有 新的停火協議 目前 消息傳出 現在正在 談判 一個最新的停火協議 而這個停火協議 將會是一個60天 即是兩個月的時間 的休戰 到時 以色列的部隊也都會撤出 這個 是黎巴嫩 的境內 而黎巴嫩 不是真主黨 黎巴嫩其實現在有另一個政府 黎巴嫩軍隊 就是向南 調動的 簡單來說 即是以色列最希望有的 其實就是制止 真主黨 再對 以色列進行攻擊 而 真主黨之所以可以繼續攻擊 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黎巴嫩的南部 很多是靠近 聯合國維和部隊 的據點 成為了他們的發射基地 這是以色列最不滿的事情 因此 目前美國介入 就是對正問題的核心 將 制止這個真主黨 再發動攻擊 那個 責任似乎是轉移了向 黎巴嫩軍隊 這件事變成 是以色列可以再觀望 是不是暫時接受 而且目前計劃 由美國 中央司令部 負責監 監察聯合國第1701號 是決議 即是說 改為由美軍 是負責監督 這個變成以色列 是可以增加信心 自從上年 10月 哈馬斯 特襲以色列 真主黨也 立即是從黎巴嫩 向以色列進行轟炸 於是以色列 也展開 是這個報復行動 將大量的真主黨的領導人 擊殺 更加把真主黨裏面大部分的基礎設施 還有飛彈武器全部摧毀 根據黎巴嫩的官方說法 自從9月以來 以色列 進攻黎巴嫩 造成最少2000多人死亡 而當時真主黨一直的說法就是絕對不會停手 但是現在的態度 是作出了重大改變的 就是支持 跟以色列停防 而本來的條件是必要地 要以色列停止 進擊加沙 即是說現在 阿里巴嫩自己 真主黨撐不住了 就是不會再 以加沙優戰作為大前提 這個 的確是一個重大立場改變 也跟這兩個月 以色列的晚工有關 再次看到 就是這些 恐怖組織 到最終 都是害怕 被獵頭 即是斬首 本來獵頭真的是斬首 但後來就變成 在職場上 變成獵頭公司 把原本獵頭的意思 變成另一個意思 根據現在 報導出來的文件 雙方正在計劃 一個 60天的休戰 的時間 未來的7天 以色列也會 分階段 從黎巴嫩的南部 暫時撤軍 貝魯特 即是黎巴嫩政府 也會部署 部隊 來到邊境地區 據報黎巴嫩打算 將南部部隊的人數 增加 增加到接近1萬人 即是說 改為由黎巴嫩的軍隊 負責控制 南部 負責制止 黎巴嫩真主黨 再發動襲擊 同一時間 政府軍 也 連同 安全部隊 負責 執行 防止武器 還有 受限制的材料 繼續進入黎巴嫩 美國 將會主導這件事 美國打算 跟國際社會合作 著情支持 黎巴嫩政府武裝部隊 即是說 由美國主導 介入 目前黎巴嫩的局勢 由於黎巴嫩政府 原本沒有能力 去 打擊 真主黨 但是如果有美軍監督 再加上 跟以色列夾擊 現在真主黨 差不多是元氣大傷 對於以色列來說 不等於放棄消滅真主黨 但是 最低限度可以換來 就是南部 將真主黨 局部清除 制止他 對以色列本土 發動新一輪襲擊 目前將會確立 黎巴嫩 還有美國的獨立監督執行機制 即是現在整個機制 等於跳過原本 聯合國的機制 名義上 沒有 推翻聯合國決定 但是 就是將 原本 決定 執行方式 再更改 即是說在技術上 並沒有推翻聯合國的任何決定 但是 就 做了一個新的 執行方式 令到以色列 滿意 因為以色列其中一個最不滿的地方 就是聯合國 不斷地 明明有決議案 但是實際上 等於在做變相的幫兇 而 很多聯合國的部隊 不知道在做什麼 所以美國介入 美國變成了監督 的單位 而美國和以色列之間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 就是 以色列 會信任美國 而目前這個監督機制也會包括 有小組 還有 機制將情報 交換 如果黎巴嫩是嘗試違反 這個承諾的話 這個機制小組就會將報告和違規 是跟以色列 還有黎巴嫩 錯上 即是說 以色列仍然保留了軍事上有主導權 假如 真主黨這邊 率先違反 這個行為 即是說以色列可以繼續 這個軍事行動 對於以色列來說 應該暫時 解除了來自黎巴嫩的襲擊 威脅 也是等於取得局部勝利 而國際社會對於制止以色列繼續在黎巴嫩境內進行軍事行動 呼聲 是相當高 尤其是歐洲這一邊 所以 以色列 在能夠 拿到 是好處 的情況之下 跟著暫時停火 對於以色列來說 都有 充足交代 所以 目前一個停火協議生效的機會相當高 而且由於現在的停火協議 對以色列的彈性相當之大 所以 對於以色列來說 暫時停火 對國際社會有所交代 而且 不失 可以保留繼續軍事行動 所以對於以色列來說也沒有什麼損失 真主黨 別說了 真主黨就是 徹底 需要 暫停 因為如果繼續的話 恐怕整個真主黨的南部力量 都會被 連根拔起 好這個就是 目前最新中東 關於 巴嫩和以色列之間的 最新的 戰況 那當然了 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堅持呢 也沒有人知道 好 這個是中東局勢的最新的更新 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裡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還有記得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今節時間暫時講到這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